Hi,大家好。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会深入探讨一个很刺激和对我们财务健康非常重要的话题。 没错,我们会讲金融投机他的历史、影响,还有为什么理解他对我们所有人这么重要。 我们会从爱德华浅斯勒那本令人眼界大开的书魔鬼接着落后者,金融投机的历史里面拿点见解。 多谢你们收看,金融投机不是新鲜事,它和市场一样这么古老。 爱德华浅斯勒那本精彩著作带我们穿越时间,探索从古至金投机这个过山车之旅。 你可能会问,到底什么是金融投机? 简单来说,就是投资者买资产不是因为它基本价值,而是因为他们相信将来可以用更高的价钱买出。 听起来很简单,是不是? 但其实它的影响可以很深远,有时还会很灾难性。 试想一下17世纪30年代的荷兰,当时很出名的屈金香狂热。 屈金香价格飞涨到天文数字,之后暴跌,搞到经济混乱。 再快进一个世纪,我们遇到了南海泡沫。 投资者被承诺巨额利润,结果财富在南海公司里面几乎一夜之间化为污油。 这些历史例子生动地体现了浅思纳的关键观点,投机并不是现代现象它深深植根于金融市场的历史中。 现在,看回一些贴近我们的例子。 记不记得1990年代末的网络浦沫? 受技术乐观情绪和对错失良机的恐惧推动, 无数投资者将资金投入互联网股票,几乎不顾实际盈利能力。 当浦沫破裂时,数万亿美元随之蒸发,再次提醒我们投机狂潮的危险性。 浅思纳在这里的讯息非常明确, 那些人如果不记得过去,注定要重蹈覆车。 这些投机过渡并不是异常现象。 它们是由人类心理和市场动态推动的金融市场中反复出现的事件。 那,我们可以学到些什么? 监管者、市场参与者和政策制定者应该高度警惕非理性繁荣和羊群行为的迹象。 通过设计周到的框架和实施有效的监管, 我们可以减轻这些投机泡沫的风险。 这个关乎平衡没错,投机可以推动创新和增长, 但如果不加控制,可以导致金融动荡。 随着我们前进,让我们以对过去的了解装备自己, 并采取负责任的未来态度。 《爱德华浅斯勒引人入胜》的书提醒我们, 虽然我们可能无法阻止投机泡沫, 但我们可以管理其影响。 总结一下, 金融投机是一把双印剑技可以是进步的引擎, 也可以是动荡的来源。 魔鬼接着落后者里面的历史就是这种双重性的有力见证。 我们应该吸取这些教训并采取平衡的观点, 时刻警惕投机过渡的潜在风险。 多谢收睇。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启发性, 请你按赞和订阅我们, 获取更多有关财务和历史的深入探讨。 在下面的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投机泡沫 如何影响了你的财务决策。 下次再见。